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 等了这么久? 对啊 他们说订单太多 请不到人手处理 那倒不出奇啊 美国的劳工市场仍然紧张 如果看回最近职位和失业人数的差距 有成五百万个职位元空 反映很多公司都请不到人 劳工市场接近全民就业 经济衰退的机会不高 市场亦都估计联储局息口很快见顶 短期会支持美国股市继续向好 咦 Coye 听说你正在买到欧洲 对啊 最近欧洲都升了不少 计算交通 吃东西 买东西 看来今次整个旅程的预算都要设定高点 欧洲央行为了控制通胀 已经加了很多知识 欧洲的借贷利率已经逼近08年的高位 借贷成本持续上升 对家庭和企业都有负面影响 之前政府推出的补贴政策 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已经开始减低 欧洲有机会因为消费倒退而出现衰退 因此我们对欧洲市场偏向保守 咦 简sir 日本股市会不会好些 连股神都说要加大投资 很多日本公司最近都加大了资本投资 长远会提升股东回报 刺激日本股市做好 但若果以美元和港元计算 日元贬值都会抵消日股上升的幅度 从而影响总回报 虽然日本银行最近调整了债息控制 但日元维持在教育的走势 所以我们对日本的看法倾向忠诚 不如谈谈亚洲的看法吧 受惠于贸易和旅游业服务 我们继续看好亚洲国家 数据显示亚洲国家的经常上收益 由疫情前的1000亿美元 倍升至现时2000亿水平 庞大的盈余支持我们对亚洲维持 乐观的展望 让我们总议一下环球形势吧 市场很难预料 大家要记住分散投资 才是应对波动释放的最佳策略 投资在不同地区和资产 常见来说 强积金组合才能做到攻守兼备 达至稳定回报 附达MPF有多达24个成分基金 给成员选择 我们会因应市场需求 推出暂新的投资方案 让你们的资产可以持续滚传和增值 让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 有选择sir MPF就一起重选吧 第一阶段